好 回到時風雲結播 西昂利寶安電話裏面有 波斯高杜港聖和浪文遜豪輝 今天講的話題 香港特首林鄭月娥宣布不再連任 未來這十幾天有人準備要報名 初步剛剛董先生說 我們都看到報紙了 李家超準備辭職的照片 走出來選舉 到時會不會只有個人呢 暫時不知道 儘管還有一段時間 我們歡迎聽到604-7320 未聽到金先生的電話 剛才我漏了錢先生 我先聽聽錢先生的電話 錢先生 你好 錢先生 到你了 Hello 你好 OK 沒有的 我知道Annoyment在做節目 想給一點點意見 我是做最沖基金的 在香港也有做評論 我知道很多年前 劉恆信在這個台上 想說林鄭 其實我覺得現在香港 如同港版國安法 有了之後 有很多人來到 溫哥華 全世界各地 其實最重要的東西就是 怎樣去將香港變回正常 如果你說 是不是李家超會辭職 其實下個禮拜都知道了 還有沒有其他人彈出來呢 這個就不知道 但是最重要的東西就是 香港究竟有沒有辦法 回到一國兩制 1.0的那個model 就是說 你在說左中油爭任 都會有 你怎麼可以令到 國際投資者不會撤資 這些都很重要的 如果你說李家超 我自己就覺得一個 被美國政府正在制裁的官員 任何一個 其實對香港都是不要理的 甚至如果你說 強硬 你說中央是要找李家超 或者是任何一個 去管治香港 但是全世界都覺得 他們是將香港的高層自治 在殘食的時候 那香港怎麼可以完全呢 這些東西我想是 就是無論你左中右 你都要想的 甚至那些所謂的 建制或者是 叫做藍絲也好 他本身 來說為什麼又要移民去 溫哥華、尼索蘭州呢 就是因為現在香港 說真的照鄧小平說的那個 1.0模式的那個偉大構思 所以現在 說的東西就是 你一定要 是將 一國兩制的初心 你要回去才可以 那所以 就是我相信 如果有任何的辯論 好像五年前那樣 有曾俊華 你有胡國興大法官 會有林鄭三個 一起去辯論 就是要真理越善越明 變成特朗 但是今年是派一個問 就是說五月 很親切 你已經知道誰是特首了 所以你看到的東西 就是一個中國特色的選舉模式 其實是對中國來說不好 對世界來說不好 因為你變成這樣一個模式 你所有的競爭力就走到新加坡 那香港剩下的是什麼呢 香港剩下的是一國去航 所以一句說到尾 爭拗的可以繼續爭拗下去 用一些很高壓的 可以繼續高壓下去的管理 但是香港 以原本一國兩制的初心 香港只會在世界的香港延續 那問題是錢先生 你覺不覺得剛才你所想的那個 我看不到 不是只有我 很多人都想著 一國兩制那個現在似乎都變了樣子了 但是會不會走回1.0 因為根本就已經沒有什麼可能的事了 那為什麼不會走回1.0 那就要看看北京究竟的決心有多大 如果你說林鄭月娥她不選 林鄭月娥根本來說 如果她在投資銀行的世界 我想這裡有些人是做金融的 已經是炒了十次 為什麼可以一個炒了十次的人呢 都不炒呢 或者是要等到去到6月30日才退休 讓她做一個條例呢 為什麼不可以腳痛啊 或者早點回去去照顧孩子啊 老公叫她早點回家 然後不要做那麼久了 那這些事情就是 其實是整個設施都有問題 甚至你在說行會裡面 你在說一間上市公司的主席 我在說一傳媒這樣 為什麼可以這麼容易呢 就是用幾個月時間 將整間公司dismantle 那麼最厲害的首席大法官 最厲害的律政司司長 全部都在監獄那裡 如果你說香港要在下半場 要有一個真正的接觸 可以做一個特赦啊 可以是好像上世的70年代 夠了貪污啦 就是說警隊和ICAC 大家有個博力在這裡 所以有些事情不是說 有些事情是要有一個設立點 就是說現在我們下半場了 我們要從頭來過 從頭洗牌 但是這件事就不到香港那些官員 或者香港那些傭官去講的 其實他們都沒有什麼力氣 變了來說就是說 如果習近平主席6月3日就會來的 我就建議可以做個town hall meeting 剛才銀行也是這樣 你看我的 meeting是360度 360度 dialogue 需要的東西就是 如果你覺得香港還是重要的話 全部是需要對話的 沒有communication 只是更多的disunderstanding 那你就更多人去 人家溫哥華 來多倫多或者去英國 那沒有意思的 那麼世界的香港人 是不是應該anytime 都是覺得回香港去參與 區議會啊 立法會啊 不是好像現在這樣 你要找啊 好像是李家超 是做那個競選委員會 就是你還要給他去qualify這些人 就算你選了都是 可不可以做呢 如果這樣DQ的 不好意思啦 那不如在加拿大 去contestful做MDR 為什麼不好呢 那剛才另外第二個問題 就是你提及 就說香港會不會走回以前 這麼百花齊放 可以有不同的聲音 但是我看不到現在 就是香港其實呢 就是走近 很多人都認為 就是清一色的 那你都看不到 第一 就算你現在的建制派 本身都不敢去放置 就是針對政府 那傳媒又更加不可能 那所以 我看不到你那個 那個願望在這裏 會不會呢 所以呢 你是怎樣稱呼你呢 不好意思 升你啊 李寶安 李寶安 就是從毛占國 總經理的名字 是一樣 不過他大一點 是 不過李先生 就是這樣說 你們華僑師兄 這麼久在溫哥華 你們其實就是一個很好的渠道 那另外還有 是不是有一個叫做 叫做 Betral電台 是不是 你們要出聲 你們是海外的華人的電台 你們其實是 你們是CRTC regulate 的一個電台 那你 變成了 香港人就是移民來這裡 就是因為 對香港沒有信心 那你們 其實就是要用這個平台 就是不好 怕了 這樣就說回北京 因為北京都要trade的 北京都要有 international trade 加拿大會 五眼聯盟的 不是 整個戰狼的樣子 這樣就可以了 你說的 全世界都希望 就是說 有一個 一個實際的 balance the balance of power 就是 不要說 international trade 做得好不好 所以就是說 我不會看著你們 就是華僑師兄 或者你們隔離友台的那些 但是一定要說 告訴他 香港的價值就是 舊子的香港人 我想你可能前來20年了 舊子是什麼都可以說的 舊子的香港 為什麼現在要高壓 那樣呢 你找一個被制裁的人 去選特首 還有呢 我相信應該都不會像上屆那樣 你會有兩個candidate 說不會有 奧泰曾加一個 胡國卿大法官 可能他選擇一個 那就大件事了 所以這些事情 就是你們 我相信 譬如宋浩輝 他就是看 政協上的事情 其實我不知道 什麼臨場都要說 所中有的政協 不要說你北京聽 因為你這麼多 人大啊 政協啊 或者一些 那麼多黨員 根本就現在是 加拿大在五眼聯合的國家 那就是要發聲的了 靠你們 不要說靠那些網台 說激到 有些事情都沒有發生的那些 就不要說 正常的人就是說 你要反映回香港的現實 就是有很多人現在是想走 因為香港搞得不好 就是這樣 那如果習主席是個氣量大的 你可以全球做個參謀面 打給他 他不懂得聽港版 就有人翻譯了 甚至你講的 駱惠民主任這些 講的 他不要跟香港人有任何dialogue 比如說 見到就是說 有巴掌方保險在你的頭上面 怎樣怎樣 但是沒有用啊 沒有意思嘛 他跟香港人connect 除非你說 一半的香港人都趕走了出面 那你就不要說了 你就變成互奮了 所以我覺得 要做應該要做的事情 就是等於你們加西這邊 我早幾天之前 我們還在Vancouver 看到 What happened in Ukraine 你們會有人發聲的 是不是 所以就是說 香港那個問題其實是你解決的 香港的問題是 拘捕了很多人 好像是等於 早兩年多三年前 Michael拘捕了這麼久 那兩個Michael 那是經過了很精密 很complicated的察官 才可以繼續救出來 但是香港現在講的 就是六百幾七百個政治犯 有些是告暴動的 百幾個告警國安的 那些是香港的精英來的 那如果你說香港 有個特赦或者怎樣也好 下一屆的特首 是不是應該要 真是 他們如果有幾個人去見論 才會見到這些問題 還有海外的 香港人的聲音 要聽到 啊 OK 是 陳先生 你的聲音是非常熟識的 我聽到你 因為剛才直播室 跟我說你來自香港的電話 我相信你也是著名的 錢志健先生 是不是 那個YouTuber 是 是不是 你經常發表很多 香港的意見 我相信很多本地朋友 都有看你的 多謝你的意見 難得的 這麼挫蕩 有機會 加油 你們越做越好 多謝啊 錢先生 OK 好 我們回來 聽聽客戶的訊息 再繼續聽聽金先生 和陳先生 怎樣 這是CHMB AM1320 Vancouver AM1320 華僑之聲 新聞重溫 AM1320 華僑之聲 今天是4月5號 星期二 歡迎收聽六點新聞專輯 我是全興華 詳細的新聞內容 省首席衛生官 Bronner Henry 這三今天公佈 本省的疫苗證明 會按原定計劃 在今個星期五起取消 不過個別的商業 可以自行決定 是否要顧客出示疫苗的證明